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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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自有相伴长大 我始终 将你试作小师妹 零行前 师父忽然将你托付给我 我也很是意外 书记 你这么说 我反倒松了一口气 我爹总是放心不下我 是 那师兄刚才说跟皇上帝奏折的事情 会不会有什么麻烦 不会 王府公文堆积如山 我不能久留 在平花路等我 切勿暴露行踪 你如今在江湖人心里早已被害 这便是你最大的屏隐 这便是你最大的屏障 师兄放心吧 我绝对不会轻举妄动 待我处理好朝中的事再来找你 再耐心等几日 走了 走了 好 爸 快 快 快 王爷 王爷 这么快就走了 不多坐坐 不了 她就托你照顾了 王爷请放心 姑娘在我们品花楼 一定不会受到任何委屈的 王爷 为何大小姐没有随你一道回王府 安和宫正在找她 她 暂时引力行踪 对她比较有利 可是 我们王府比品花楼更安全啊 未必如此 给我拿壶酒 你虽身子比过去好了 可底子还是薄 不宜在这种天气饮酒 拿壶酒 别让别人知道 去 你虽然还会让你倒出 你们都听不懂 得 sehr 她们都听过不懂 可能她的小监造 我说她的小监造 她们应该豔导的 我说不得了 成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还以为 以为什么 以为王爷像往年一般又要一病不起了 苏醉果然不是很舒服 王爷从未醉过 猛得这么一喝自然不舒服 赤赞 去拿碗星酒汤过来 王爷 今日可否入宫啊 不好 难道王爷不想见皇上 还不到时候 还不到时候 放出风声 本王病重 是 尚羽衣 王爷 王爷 父皇身体不适 是靖元王 刚从东海回来又病了 齐王爷每年寒冬 都得走一遭鬼门关 今年不知道能不能过得去啊 老你多费心劳 分内之事 是 臣领了旨 要去靖元王府 去吧 是 这可真是 连老天也驻本王啊 那日看师兄还好好的 怎么就 师父 大小姐 皇侍卫来了 大小姐 公子 皇侍卫 师兄他如何了 大小姐请放心吧 并无大碍 并无大碍 那为何街坊邻居 都在为师兄祈福点灯 这一切都是王爷的计划 公子 可否介意不说话 是 靖元王可是有什么 需要我相助 公子果然神机妙算 我叫王爷是想向公子 讨一封信 说吧 要我写什么 七弟 二哥 今日见你 好好地站在我面前 我这颗心 也算是可以放下了 这些年 二哥一直不敢提起 那桩旧事 你可知当年 幼年害我双腿残废的那个人 是三哥安插在你身边的 你什么都知道 这件事 一直耿在我这里 现在 现在好了 实在是太好了 七弟 你身子如何 无妨 那便好 二哥 我有一份礼要送给你 送我 应该是我这个二哥 送你一份礼才对啊 你这又是大战告捷 又是行将大婚 我这个当二哥的 如果不背下一份厚礼的话 实在是说不过去啊 怎么 二哥说错什么了 二哥 这份礼 你一定喜欢 什么礼 说来听听 玄皇 王爷 这是倭寇头领 倭寇俘虏 不是还在押解回京的路上吗 只有他一人 我命人先行押回来了 为何将此人 先行押解回京啊 因为 他是三哥 勾结倭寇的人证 去吧 多谢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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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姐 公子 告辞 你给他写了什么 一封信 信 你这位师兄啊 腿才刚好没几日 就开始算计人了 他才不是那样的人呢 这几日 洛阳城将会有一场 翻天覆地的变动 三弟 二哥 这份礼你可满意 七弟啊 三弟他在朝中根基深厚 我担心 只有这么一个人证 很难让父皇至罪于他 喝茶 好 七弟 无论怎么说 我们都是兄弟 你让我对三弟落井下石 我 我有些于心不忍哪 再说 你有抗窝的军功在身 多年来要深得父皇的宠爱 这次 更是连双腿都已经痊愈了 这储君之位 早晚都是你的 你大可不必先发制人哪 二哥不要误会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 是为了你 我 二哥来主导 我帮你 你帮我 正如二哥所说 我有军功在身 倘若二哥想要押过我的势头 拿到储君之位 就必须要做一桩大事才可以 你 你要让我来做太子 正是 为何呀 我无心皇位 二哥 此人我交给你 这是人证 今夜 还会有一封书信送到你手中 举足轻重 父皇不会怀疑的 七弟 你扶我做储君之位 究竟要何回报 承平盛事 人都死了 人都死了 是 王爷 看得漂亮 多谢王爷褒奖 郁子涵想要炫耀战功 可没想到 战俘都被百姓给杀了 本王真是迫不及待等天亮进宫 去看看他脸上的表情 来 王爷 你干 王爷 既然万事俱备了 我们还在等什么 等军营回来的消息 属下不懂 王爷 俘虏押解回洛阳途中 遇百姓投尸报复 众倭寇俘尽数允命 无一性命 好 拿酒来 王爷 你那日酒醉 你可置我没有多担心啊 不妨 今日高兴 本王想喝一杯 七弟 七弟 气色不错嘛 老三哥挂起了 我听说不少刁民汇聚在一处 用乱石将那些窝口都给砸死了 我 老七啊 你还是太大意了 那些可是俘虏 虽说不是你杀死的 却也是因你而死 这要是传出去了 对你的声名不利呀 三哥教训得是 无妨 父皇若是怪罪下来 哥哥我肯定会为你求情的 请吧 大晟回朝的靖渊王 三弟 可是遇到了什么喜事吗 倭国大败 朝中有谁会不高兴呢 三弟说得有道理 皇上驾到 父皇 平身吧 玉儿 朕真的没想到 这辈子 还能看到你 双腿痊愈的这一天 托父皇的福 父皇 儿臣有事要走 说吧 此事和倭客 俄寇之祸有关 倭寇又有什么异动吗 儿臣并不知情 还请二哥明示 儿臣也不知道 二哥 有什么话就明说吧 儿臣昨夜接到密报 倭寇俘在押借回洛阳的途中 遭人拾击 倭寇首领重拾身亡 朕没听说啊 是何人加害他们 倭寇横行东海近十年 烧杀掠夺 无恶不作 军中有不少人的家人 身受其害 有民怨 有民怨 也是正常的 儿臣早料到会有此事 所以一早命人 将那倭寇首领替换了下来 听你这么说 像是有隐情啊 父皇 倭寇横行东海近十年 我朝年年增兵 却未见成效 我们眼看着 他们从海上的几艘小渔船 到今年的横行无阻 儿臣心中一直怀疑 我朝之中有内应 才使得抗窝之路如此艰难 接着说 儿臣斗胆 毒哑了一名倭寇 用它替换了那名倭寇首领 这是证词 究竟是谁有这么大胆子 司徒倭寇 这可是砍头的死罪呀 那倭寇首领 现在还在儿臣的府中 此刻作人证 玉儿啊 父皇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就交给你去办了 是 记住 事关重大 要谨慎 是 如果查有实据 不必有所顾忌 不必有所顾忌 儿臣领旨 还有什么别的证据吗 父皇 儿臣还查到了去年害七弟中寒咒的 罪魁祸首 谁 这封信是雪衣王辞世前写下的 也是近日由他的徒弟交到儿臣府上的 快快呈上来 好 可以 我 你有兴趣 我是 我 消息 我 没有 玄兵斩 父皇 不要相信一面之词啊 是不是朕当日 没有将这玄兵斩 赐予你七弟 而是朕自己用了 才正合你的心意呀 父皇 儿臣并不知道 那玄兵斩是害人 之误啊 得知七弟中毒之后 哥哥不能为弟弟 分担痛苦 儿臣也很伤心哪 那玄兵斩 乃是江湖之误 是霹雳门 霹雳门陷害儿臣 老二 你是被霹雳门的人 给骗了 玉儿 这件事情 也交由你办吧 父皇 此案 此案 儿臣是否需要 避兴 父皇 不逼了 儿臣遵旨 祝父皇 吓死 王爷 得罪了 大胆 三哥 谁给你们的胆子 敢对本王动手 三哥 宜山山脚下的杀手 也是三哥的人吧 宜山 什么宜山哪 你和老二 老二 连手害我 三哥多虑 我仅是奉旨办案 宇兹涵 王爷 请吧 本王好后悔呀 这么多次机会 都没要了你的命 你蠢就蠢在 为了害我 居然不顾父皇的安慰 献上选兵斩 倘若只是害我 父皇或许还会因为 你是他亲生儿子 而对你网开一面 可现在 谁都救不了你了 三哥 老秦 你才是真歹毒啊 老秦 来 来 快来 搜 是 是 王爷 这是我在景县王家中 找到的一些 书信来往的物证 还有一些账本 里面详尽地记录着 所有珍宝的来处 朝中诸位大臣皆在其中 还有靖阳王 将这些账目 送到靖阳王府上 是 是 本王接下来要叫你们做的事 除了你们二人 不得再有任何人知道 哪怕是小师妹 也不能说 是 这封信 送去天下无刀城 给刀无侠 刀无侠 从今日起 本王还会做许多 你们不能理解的事 无需虎乱猜疑 只需照做 相信我 是 城主 王侍卫 这是我家王爷给你的 有劳了 信已带到 黄某告辞 慢走 我想让你 拿来 你去追 对 礼物 你去听 我自己要带忙 这些东西 都是我绝对的 一个人 战俘庄主 还没有下落吗 他 没什么消息 三小姐 你不担心你的夫君吗 我与他并无夫妻勤奋 他只欠一个休妻书 还我一个解脱 不愧是靖渊王 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震惊朝野 公主 就不怕这个人难以控制吧 我不喜欢控制傻子 只有和聪明的人合作 才能使本宫愉悦 就比如说你 公主谬在 知道他信里说的是什么吗 属下愚钝 他在和我谈条件 他不要我插手 他在朝中的事情 一个靠着公主 站起来的残疾 竟然还要谈条件 他有这个资格 我安插过不少人入朝为官 也年年供奉 锦县王和靖阳王 只可惜这两位王爷 始终对暗和宫有所防范 玉瑟涵手里有一样东西 本宫没有 所以他有这个资格 跟本宫谈条件 公主说的是人 他军中的势力 正是 公主觉得这个人可信吗 你让一个残废 尝试过站起来的滋味 他还会再去做轮椅吗 我们就隔岸观虎斗 不要插手 是 城主到 去哪儿 请坐 刘尚书 你可能是来错地方了吧 这天下无刀城啊 威妄正盛 更有暗和宫在暗中成忧 这这 我不缺您 我缺谁呀 庙堂和江湖是两回事 这件事 我不能管 这当初倭寇的事 城主您可不是这么说的 倭寇 倭寇什么事啊 你跟我家王爷定下的 一起来对付 靖岳王的计策呀 刘尚书 话不能乱说 要有分寸 这幸亏是我无刀府 若是这话传出去的话 刀侠 你 来人 把这个私囤倭寇的狗关 给我绑起来 你怎么出耳反耳啊 把他给我丢出去 慢 把舌头割了 送到靖阳王府 刀侮侠 你过河拆求 忘恩负义 走 你们不得好死 王侠王爷 走 一定会杀了你的 快点 你就等着瞧吧 等等 大小姐 给他做个木牌子 挂脖子上 写上司同窝寇几个字 让百姓们都看到 是 你刚才所说的话 都是真的 小姐 小姐 你在这里做什么 你的家人也是死于窝寇之手吧 幸好有靖阳王相救 剿灭了窝寇 为我家人报了仇 在庞人面前 别提到靖阳王 毕竟你现在回到了吴道城 是 小姐放心 我明白 王爷 你来啦 你终于赢了我 但我万万没想到 你居然和老二一起联手 算计我 你以为老二不想要那个皇位吗 这么多年 他一直和我明争暗斗 为的就是那个皇位 你还是太年轻 你斗不过他的 我没想过要皇位 我不信 没人不想要 每个人的欲望都不同 而我 对权力没渴望 你费尽心力和我斗 究竟是为什么呀 你想要的一切 我都可以给你 只要你这次帮我 你可还记得 风细细 哪个风尘女子 他本是官宦人家的小姐 因为你家破人亡 流落风尘 他很清楚斗不过你 唯一的愿望 也不过是攒够钱 好带着他的老母幼弟 去和被流放的父亲团聚 可你却杀了他 你就因为我杀了一个 风尘女子就加害于我 我可是你的亲哥哥呀 你 你 你 七弟 我错了 三哥我知道错了 我是因为妒忌你 我妒忌你受宠啊 是三哥我一时糊涂 你原谅三哥我这一次 好不好 我们可是这同胞手足啊 我这二十几年 这二十几年 有多少个风细细死在你的手里 死在你的门徒手里 我可以补偿的 还记得我三岁时断了的双腿吗 是你让我这二十几年都坐在轮椅上 不能行走 老二告诉你的 是你 让我眼睁睁看着我爱的女人落入火海 却因为这残废的双腿 不能救她 你还可以有更多的女人呢 是吗 三哥 父皇赐了你一壶酒 明日就是你下葬的日子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可是他的亲生儿子 他不可能杀我的 余子涵 余子涵 你不能走 你回来 余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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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 我要见父皇 我要见父皇 都完了 我不会输 回去准备一下 今夜给风姑娘 烧些纸 是 风姑娘 大仇已报 风家发案的日子也不会远了 安心去吧 老师 少爷 王府到了 我们进去 金红 姬少爷 你们先进去 我跟雷金红 在外面等你们 你可是不信我 玉师兄 我是怕打扰你们师兄二人叙旧 毕竟我跟雷金红算外人 现在也算是你们的仇敌 这 也好 那你们在这儿等我 我一会儿出来找你们 倘若我不出来 你们也不必露面了 多谢你 碧儿 少爷 少爷 我们走吧 我问你 难道你也怀疑我 玉师兄会为难他们 玉少爷对大小姐是什么心思 你我都清楚 现在大小姐下落不明 江湖又多传言 是雷少主害死小姐的 只怕玉少爷会多想 我可以为他们作证 是 少爷 我们都可以作证 所以一会儿说清楚了 奴婢就出来找他们 去吧 这是第一批要重审的案子 送给靖养吧 是 王爷 您真是卖了辛苦 得不到半分的好处啊 朝廷和百姓 能得到好处就行了 王爷 既然已经痊愈了 为何不 儿哥比我更合适 有酒吗 王爷 今日说什么 也不能再给你酒了 浅舟两斩 不可能 那就 一斩 对了 案子已经结了 为何不去品花楼接大小姐 王爷 乃为何不去 姬少爷来了 姬师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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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